原來都是神安排 宋國拓案撰寫的《傀車志》一書中 記載了這麼兩個神奇的故事 南宋孝宗純熙年間 庚子年與新醜年、平江都發生了漢情 因此朝廷下令受災民眾免交秋付 長熟縣有個姓過的農夫 他種了六十畝田 這幾年一直豐收 他聽說朝廷對災民免征秋付的命令後 便未稱自己也遭遇了旱災 果然免除了秋付 不用向朝廷繳納付稅了 發了一筆不易之財 自己洋洋得意 第二年也就是仁寅年 飛黃突然降臨他的田地 將他的庄稼全部吃光 而鄰居的田地哪怕靠得很近 甚至接壤節哀一起 飛黃都是過而不時 另外還有兩戶農民 忘了他們的姓氏 他們的田地 東西向街 東邊那家純樸本分 而西邊那家狡詐凶狠 東邊那家因為老實本分 經常受西邊那家的欺負 有一年 蝗蟲來了 都聚集在西邊那家人的田地裡 啃食莊稼 從不到東邊那家人的田裡去 西邊那家人感到很奇怪 也憤憤不平 就捕捉許多蝗蟲 用不帶莊著 到夜裡 偷偷放到東邊那家人的田裡去 有人告訴東邊那家人 他們也不計較 只是向神靈祈禱 如果真有神靈 請讓蝗蟲自行離去 結果第二天 蝗蟲又回到了西邊那家人的田裡 從始至終 東邊那家人的莊稼 就是沒有被蝗蟲禍害過 在這兩則神奇的故事中 蝗蟲都不損傷善良人的莊稼 只懲罰竊取利益的人 看來 災害真的是由神靈來控制的 2021年12月6日 明慧網刊文 《湖北疫情期間的奇蹟》 講到監獄裡出現的奇蹟 2020年初 新冠疫情爆發 在武漢封城期間 當時中共官媒報導 湖北女子監獄有二、三百人感染新冠病毒 於是 監獄的在押人員被緊急分流 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都被集中在一個地方 其中有一層樓的十多個房間裡 每間有三個人 一個法輪功學員、兩名服刑犯人 這種安排被稱為護監組 專門用來包家、監督、法輪功學員的 在兩個多月中 每兩週每人都要做一次核酸檢測 還有抽鞋、胸頭等等 突然有一天 所有被安排包家法輪功學員的護監們 全部被緊急隔離 每個房間只留下了法輪功學員 原來這些所謂的護監都被病毒感染了 神奇的是 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沒有一個人被感染 甚至還有二十幾天不能吃東西 吃什麼吐什麼的病秧子也沒有感染 要知道他們都是六十歲到近八十歲的老年人啊 疫情有所緩解後 所有分流出去的隔離人員都返回到了監獄 回到了原監區 那些解除隔離後返回的護監們說 真是奇怪了 被我們包家的法輪功都沒有被病毒感染 而我們這些年輕的能吃能喝活蹦亂跳的人 卻被感染了 真的是有神啊 以前 多數中國人都信神佛 相信三尺頭上有神靈 講究做事要講良心 相信有高高在上的老天爺 相信善惡有報的天敵 還相信 人不但有輪迴轉生 還有天堂地獄 神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 中共自1949年窃國幾十年來 不斷以各種方式毀滅傳統文化 向民眾灌輸無神論 致使很多中國人不信神佛 不信善惡有報 卻信奉著物盡天責 使者生存的鬥爭哲學 把自己當成了動物 無所顧忌地幹著沒有道德底線的事情 假煙 假酒 假疫苗 假學歷 假證件 毒大米 毒食品 毒奶粉等等 各類詐騙招數層出不窮 這一切都因為沒有道德心法的約束 於米的認為自己幹的壞事沒人知道 卻不知神在掌控著一切 無論人做了什麼事都要承受償還的 做了好事得善報 做了惡事得惡報 這就是天理 誰也逃不出這個天理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一書中說到 在這傳統文化被毀 道德敗壞的大潮中 很多使人隨波逐流 已經失去了最後能聽懂神的教誨的能力 面臨著徹底被毀的結局 但有多少使人意識到大潔在即 受中共無神論灌輸的中國人 唯有找回自己真正的神傳文化 仰視上天 敬畏神佛 保持純真善良的本性 遵守神為人類定下的 道德規範和思想品行 重新走回傳統之路 才能再次得到神佛的眷顧 才能走過生死大劫